哈嘍 哈嘍 大家好 我是阿炮 歡迎收看阿炮只剩1900 不是 我不是要講這個啦 今天我們要來講神兵天將這個活動 不然你們幫我把讚點到1945 有這個可能嗎 好啦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妨先幫阿炮點一個讚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炮最新資訊 好 我們廢話不多說 正片開始 LEGO OK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神兵譜 然後神兵幻化又是什麼 它基本上呢 就是一個神兵的皮膚 然後可以讓你加3%的攻擊 還有3%的血量 神兵另累積20個就可以拿到一個7天試用的 那如果你有120個的話就可以有永久的 那到底CP值高不高呢 我們等一下會來解說 好 再來神兵奪寶這邊的話呢 按這個問號就可以看到 那它這個獎勵有18個 那每一個獎勵只會抽到一次 也就是說你不會重複抽到 所以等你抽到18次的時候就會出心儀獎勵 那抽一次呢 是要一把鑰匙 那你必須要有初值 才有辦法拿到永久的神兵 要拿永久神兵就是選這一個 那如果你沒有要拿永久神兵的話 阿炮比較推薦選這一個 這裡面是可以拿到神兵之魂 還有聖氣之魂還蠻重要的 那阿炮呢剛剛有大概粗略的算一下 一把鑰匙的CP值大概就是價值150元吧 好 再來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神兵天將的部分 這邊 讓我想起了一個遊戲 拉圖 起幾百 哈哈哈哈 大風刺 啊 靠北 又不小心透露了我的年紀 其實 也沒有透露啦 我只是比較喜歡去玩一些經典的懷舊遊戲 那這邊有個骰子阿 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恢復 那骰下去走幾步 踩到什麼你就可以拿到什麼東西 其中比較注意的這個金色的骰子 這個骰子就有點像遙控骰子 你可以選擇我要走幾步 那在這全部裡面 阿炮最推薦拿的東西 就是神龍奪寶券了 因為神龍奪寶券可以拿到 神兵寶券 所以你知道嗎 這CP值是最高的 那也可以購買次數阿 那好像第二次之後就要兩百三百了 我覺得最多就買兩百 然後去拿神兵寶石 可以拿個三次 那在這地圖上呢 有一些坐標 有一些地標 然後可以打敗BOSS之後 可以拿到這些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 如果你沒有要去拿神兵的人 CP值是蠻低的 因為一把藥石我們剛剛算過 CP值就是一百五十元寶 那在這個地圖上呢 總共有六個坐標 所以可以拿到十二個 這個神兵令 然後呢 開啟了神龍墊之後 還可以拿到八個神兵令 加五百個降星石 那這個是由其他的觀眾提供的資訊 那已經有人去問過小編了 這一個活動不會每天更新 也就是說在這一系列的活動 你只能打一次 你最多只能在這邊拿到二十個神兵令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奇貨可居 在這裡包裡面呢 阿炮最推薦的就是 是儲值有這個珍惜材料自選禮盒這一包 那儲個兩包可以拿到七十二把鑰匙 那總共要抽 你最衰最衰啦 總共要抽九十次 九十次所以減掉七十二 那你還差十八把鑰匙 那除這些划不划算呢 其實還可以 因為這我阿炮算過 大概都在十幾倍反例左右 這一包大概是十一倍 然後這一包是十二倍 但是他是軟體比較多 所以還是建議以這一包為主 最後縱橫連環的部分呢 就是搭配著神兵奪寶去解這個任務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比較多一點的獎勵 主要就是這個任務期 每天儲值六十元寶 除了可以領到每日守除之外 你還可以多領到一些小小的東西 像這個神兵寶石 就生兵精煉石 就還蠻不錯的 最後最後 我們來講一下 究竟 剋這一個 神兵外觀 神兵的皮膚CP值高不高 其實呢 把這一些東西 換算起來的話 你買一把神兵 只要花2500元寶 然後你就可以得到全部攻擊力3% 還有生命3%的加成 我覺得CP值是還蠻不錯的 不過呢 這裡面也是會投資到蠻多的軟體部分 就是比較差的地方 而且在這個活動裡面 拿到的元寶算是相當的少 所以呢 如果用相同的CP值下去算的話 比較建議還是先把重點的資源 投資在符石陣法上面會比較好 那至於阿炮會不會把這個神兵給課出來呢 我只會說 再想想 再看看 畢竟我現在的符石 也只用出一套而已 我會比較偏向想要把之後的課金 拿去除月基金 拿去除這個月金 啊不是 月基金的話 CP值還是比較高的 因為他拿到的元寶是很多的 那你就可以更快速的 把你的正法符石給弄起來 所以 最後 到底要不要來課這個神兵外觀 阿炮是推薦 如果你的預算有限 那你的正法也還沒搞好的話 我就建議你把課金的方向 還是以正法拿元寶為主 好 那我們就來算一下 究竟要怎麼課 才可以拿到最多的元寶 充正法 弄符石 拿元寶CP值最高的除法 就是超值基金 因為這一邊呢 光元寶給你的回饋 就將近有10倍左右 再加上一些軟體硬體的部分阿 加起來 這一包就有20幾倍的反例 而且 還不算 每日手除 累除那一些的獎勵喔 那 預算比較沒有那麼多的玩家呢 第二種拿元寶的方式 就是 去看這個福利 每日千道 像今天是拿元寶的 你就可以去除一下 去除櫃衣 然後你就可以拿到每日手除還有累除的獎勵 那光元寶的部分呢 大概是8倍的反例 加上其他離離扣扣的東西 將近就有20幾倍的反例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這樣每天除櫃衣 是加上每日除值加離離扣扣的 才有20幾倍喔 那這個超值基金是 光這一包還不算其他的 就有20幾倍反例了 啊 剛忘記說 那如果你是遇到像明天是領碎片 那這一天就不要除 然後等有元寶的我們再除 像這個招顯令我們也不要除 一樣等元寶的再來除櫃衣這樣 那阿炮自己呢 是打算等下一個 49.99的出來 欸 是49.99嗎 那一包我再來除 然後 這兩包呢 就是你領完之後 他還是會再出 還是會再出 那就要自己去觀察一下 因為有時候還蠻不明顯的 這邊會有個超值基金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好 那阿炮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對你們會有幫助 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收看 我是阿炮我們 下集再見 掰掰 謝謝 下面 不是嗎 我們 有時候 要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